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相反数 这个一条数线以0为中间的话 那么所谓的相反数指的其实就是左右相反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说 与远点距离相同 但是方向却相反的两个数 就叫做相反数 比方讲1跟负1 它距离远点都是一个单位长 但是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 刚好方向是相反的 像这样的数我们就叫做相反数 还有2跟负2一样 它距离远点都是两个单位长 两个单位长 但是一正一负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就讲说它也是相反数 3跟负3距离远点都是三个单位长 那么这里三个单位长 距离远点这也是三个单位长 距离远点都是三个单位长 但是方向却相反一正一负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 这3跟负3是相反数 因此所谓的相反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与远点距离相同 但是方向却相反的 这个数就叫相反数 正1和负1 正2和负2 正3和负3 然后正4和负4 像这样子就叫做相反数 那如果这样是相反数的话 相反数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这两个相反数它加起来都会等于0 为什么 因为一正一负 那一正一负数值又一样大 所以相反数 两个相反数相加起来会等于0 因此我们就知道 相反数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和会等于0 我们把这件事情记住 相反数的和 相反数的和 就是两个相反数加起来会等于0 这是相反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好这个段落我们就要知道两件事 所谓相反数呢 就是跟远点距离一样 但是方向不一样的这两个数 就叫做相反数 那通常都是一正一负 像正1负1 正2负2 正3负3 那相反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 就是相反数的和会等于0 这就是这个段落 相反数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两件重要的事情